此外 某些人成为敌人 是因为其他人制造不合之故 或是因为拙劣的评断 如果敌人是一个有教养 能够交往的人 你应该用友善的话语来平静他的心 用扇桥方便把它划笛为友 这种举止是博学多文者的行指 然而如果敌人粗略残忍 你应该用温柔与坚韧的心 和各种聪明的方法来征服他 用力量来降服他 是常见的方法 古语 不知怎么说话 最好默不作声 无法完成的工作 最好不要开始 无法达成的应勇行为 最好不要承担 如果经常做出承诺 但却总是食言 这是愚蠢的 至于和亲戚相处 你不应该当面赞美他们 如果他们有过时 你应该指出来 并且纠正他们的态度 如果他们值得尊敬 你应该用奖励 赞美的方式 来帮助他们 尤其不应宠溺而孙 妻子和下属 你应该用不太柔顺 又不太严厉的中庸方式 使他们中规中矩 某些情况下 有些愚蠢的人 对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或朋友不知感恩 他们侮辱家人和朋友 与其争斗 使家人或朋友厌倦他们 但是与家人或朋友分离之后 却感到懊悔 这是无法建立一段 经久友谊的征兆 语录 没有愤怒的朋友 是愉悦的 没有长满狮子的衣物 是舒适的 独立自主是快乐事情 依赖他人 带来悲伤 供有财产是争吵的根源 承诺是违背誓言的起因 满足于你所拥有的事物 是最佳的财富 利益他人的精神 是最佳的特质 知识是最佳的装饰 慈悲心是最佳的品德 升起菩提心是最佳的快乐 不纯角质的朋友 是最佳的朋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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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佛学的名词 什么是过堂 在佛教的寺院丛林里面 我们认为吃饭防废倒夜 为什么?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挑了 这个好吃 这个不好吃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又不能不吃饭 所以我们把每天的早餐跟午餐称为过堂 我们过摘堂就像是船过水无痕 一样呢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但是我们不止分别心 不分别菜的好坏 就像是船过一样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而且不起心动念 所以 什么是过堂? 在丛林里面 过堂就是吃饭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对食物不起执着 这就是过堂的意思 印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变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降服外道有师 显阳佛法圣巧的书庙吉祥佳日 据佛经记载 神变月时 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 其功德果实 都会增为十万倍 若在神变月期间 今请行善 如灾界 礼佛 红灯 故身不施 诵经等 紧紧修行 可借此机会 迅猛地消除素叶 配置福报资粮 西藏佛教无分派别 均特别重视 在神变月期间 奉善之恶 随利以圣与一三门 而广心善业 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 其功德不报更加不可思议 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 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目利益 因此很多寺院都